市長怎麼看今天早上郭董說他支持你怎麼罵他沒關係 但是因為你說過搞台獨的人都是垃圾 我跟你講喔 地鐵都沒有講過這句話 所以他講的跟我講的不一樣 我只是說啊 有些人全家移民到紐西蘭去 然後每年在台灣辦這個台獨募館餐會 然後人家問他說你怎麼全家移民紐西蘭 他還說在台灣會泣船 所以你不罵他不要臉 不然你要罵他什麼 你都罵他是騙子 可是他們說騙子跟垃圾就是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喔 問A 人家講A你不可以講B 我跟你講有些搞台獨的是騙子 搞台獨的都是騙子 這兩個不一樣啦 這個差太多了 其實喔 有信念的人 我們還是佩服他 像史明那種說你就有信念 從頭到尾硬到底 你不要言行不一 這樣人家看不起了嗎 他是把你變中華民國派嗎 沒有啦 政治上是這樣啦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看法 我們基本上喔 我們不會去要求每個人想法跟我們一樣 總是可以合作的項目合作 不能合作的項目各幹各的 這樣就好了啊 所以你覺得垃圾跟騙子一樣嗎 像這個就是喔 這個香蕉比橘子你知道嗎 沒有啦 這個各幹 我覺得這兩個是不同的題目 你知道嗎 我人家 我再講一遍 有些搞台獨的是騙子 跟搞台獨的都是騙子 這兩個 這句話不一樣啦 這個不能這樣類比啦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他下午才取消時間不來這一場嗎 沒有啦 他昨天就說他不來 其實是這樣啦 我們會發邀請嘛 他方便就來嘛 我也知道他今天他們自己在搞什麼 在拚場 所以他也沒有時間來 他說不認同他的話 他就不會來幫忙佔領 這個 常常是這樣啦 可以幫多少算多少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巴著人家 我也覺得不需要 原本甚至還有排他講話的行程 我們是有送邀請 邀請喊給他嘛 他如果有困難 那就算了 市長 以前那個綠黨在這裡發有被趕 那他們還是在講差別待遇 今天在這裡辦活動 市長之前在這裡發被趕 沒有啦 那個 不是 不是 這一點的話先聲明齁 不管是什麼統促黨啦 台獨大集隊 其實還是這樣齁 原則上是依法行政 你還是要來申請 你不能說不來申請 要人家無條件 你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原則上我們還是法制的國家嘛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你只要依法申請 我們都會準的 像今天郭台銘這樣講啊 他說的台獨這樣說 你這樣說 你說熱色 這樣你會不會覺得有點無難 覺得有點 不是你講的話 哎呦 每個人每個人 常常是這樣啦 嘴巴在人家身上 你也管不了 所以我常常是這樣啦齁 其實真的有時候在這個社會 慢慢的我們要 其實這時候我的信念齁 容忍是自由的基礎 所以在這個社會上可以 有時候我也不見得贊成 不見得贊成你的看法嘛 但是 但是 我那個五個互相喔 我要想一想喔 不僅適用在兩岸喔 其實也適用在國內 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其實最後一條最難 互相亮景 那你們本來是盟友 盟友也要看合作的項目是什麼 你也不要期待說盟友每一樣都跟你一樣 這也不可能 我每次跟我們內部在開會 我都跟他們講說 你兒子也沒有那麼聽你的話 所以你也不要期待說 你的盟友 百分之百 一百件事人跟你一百件事人 態度都一樣 不可能 你反應那麼大 是不是想要被貼標籤嗎 反應那麼大 也沒有 還有新增行程 發言人還在臉書上投文說話不能亂講 我本來就不能亂講 沒有啦 有些該澄清的還是要澄清的 還有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 上工 上工 我們要上工了